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 有个大新闻啊 大新闻来了 欧佩克加战队俄罗斯 欧佩克加战队俄罗斯 这是大新闻吧 太大的新闻了 这里边呢 就像沙特阿拉伯呀 阿联酋啊 科威特呀 阿尔及利亚 伊朗伊拉克利比亚 委内瑞拉等等 这些呢是由大国 在这个节骨眼上 扎大堆带头 跟美国人过不去 他就赶一天减产两百万通 在美国人眼睛当中 这属于犯上作乱呀 这相当于在俄乌战争的背景之下 这些国家公开选择支持俄罗斯 我前天做了一篇文章 分析这件事 我当然是认识比较肤浅 现在我也肤浅 但是我今天我有点新想法 准备再找不几句啊 说的不对 您批评 那篇文章我就没注意到 俄罗斯本来就是这个欧佩克 加这里边的 带加号的十个国家 这里边有俄罗斯啊 还有哈斯科斯坦 还有墨西哥 马里西亚 什么阿斯北疆 什么巴林等等 莫斯科本来就在这里边啊 沙特居然敢跟俄罗斯联手 说干就干了 你能咋听 美国人气抽了 抽过去 一口气上不来 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 吃饭问题最大 沙特要吃饭 俄罗斯要吃饭 你们俄罗斯吃饭 不让沙特吃饭 那人的沙特 俄罗斯现在就在一个欧佩克 朋友圈里面 大家抱团取暖 有什么不可以理解的 身体毕竟诚实的 美国拿着小鞭子 抽沙特 增产增产增产 直到最近几个月 国际石油市场 已经经常性过剩 大家知道 中国现在进口石油 已经减少了呀 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还拿鞭子抽 催促 沙特增产 一边呢 美国人拿鞭子抽 增产增产 然后呢 美国动用国家 石油储备 每天释放 一百万桶 你美国人这种做法 事实上是促使 欧佩克减产 就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啊 他这个两面手法 你侵害产油国的利益 沙特人脑子 何等聪明啊 对吧 前几个月 拜登还装着跑了一趟沙特 跟那沙特王石 还碰前礼 碰前礼 还弄得挺热闹的 其实呢 是很尴尬的了 他以为自己谁啊 美国总统 巴尔有面子 以为靠虚美的形式化的表演 可以维护霸权的形象 以为沙特终究不敢跟美国出现重大决裂 现在完了吧 完了吧 BBQ了吧 美国想什么 拜登想什么 有人以为是一回事 那不一定啊 美国想什么和拜登想什么 这是两回事 拜登现在最想的是中期选举啊 11月中期选举啊 这下子不好看了 本来就低的可怜的选票 接着往下滑 普京是83%往上窜 你现在35%还往下滑 美国的这个油价往上窜升的时候 拜登的选票就在往下行 美国当然可以继续执行 那现在美国不是动员这个战略石油储备吗 1.8亿桶呢 11月份准备再向市场投放1000万桶 不少了吧 你们能光天数 一个月释放1000万桶 沙特朋友圈 一天就给你一天呢 就少生产200万桶 我五天我就把你1000万桶就给你消弭了 这个1000万桶和200万桶 你一个月1000万 人家一天就200万 谁干得过谁 明白了 当然美国人善于利用法律武器 北达法律系那个著名教授 说美国人最讲契约精神 美国人善于利用法律武器 法大于天嘛 善于利用法律武器 找茬收拾对方的美国 那当然可以找茬起诉欧佩克 去说欧佩克 我听一个内行的人说 如果起诉的话 欧佩克得赔美国几十亿美元 那美国拿着几十亿美元就满足了吗 如果一般人 一般国 你就给他几十亿美元 那当然是一大炮钱呀 是吧 但问题是美国人缺美元吗 美元就是美国人自个儿印的 美联储自个儿印的票子 想印多少印多少呀 现在美国缺的不是美元钞票 而是选票 拜登的选票 而是油气市场的控制权 钱自个儿就能印 你给我这干嘛使呀 问题是沙特 什么阿联酋 什么野门 这帮家伙 你们居然跟俄罗斯勾结在一起 夯瀉一气 不拿村长当干部 这还得了 这叫油气控制权呀 定价权呀 现在有人给拜登出主意 让拜登干一票更大的买卖 相当于对赌 怎么对赌呢 这个华盛顿不是在沙特有大量的军事合作吗 不是沙特先把钱都付了吗 美国还有好多事没干吗 现在有人就出主意 让拜登啊 钱收了 我不给你东西 干脆我就扣了 什么安全合作 军事合作 我全都撂那 我不管了 我看能怎么办 大家可千万不要以为 美国那些军事合作是可有可无的 不是的呀 不是的呀 你听不听说一名叫胡塞武装啊 胡塞武装那地方还有导弹 还有无人机啊 如果拜登呢 使个眼色 甚至他不用使眼色 胡塞武装朝着野门 朝着沙特 一通狂扫 沙特也罢 野门也罢 这样的国家都是小国 拿铁锹地线一挖 就咕噜咕噜往外冒油冒气 知道吧 小国性命金贵呀 那那打起来还得了啊 大家都知道胡塞武装是恐怖组织 对 联合名单上的恐怖组织 这是真的 八神钉钉的 但是恐怖组织是怎么了 美国跟恐怖组织合作 有道德压力吗 有障碍吗 没有啊 拉登哪来的 美国人培养的 萨达姆哪里来的 美国人培养的 哈哈 世界上很多恐怖组织 甚至某种意义上 就是美国大哥 在某种意义上操控的 知道不知道 我去这个巴基斯坦的时候 巴基斯坦的人跟我讲 他们那儿啊 有一种组织 叫什么什么解放军 你一听解放军 啊 家伙 你以为跟我们解放军有什么关系 不是打 当年苏联人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他们弄了一帮年轻人 给他灌输马列主义 这帮人呢 就跟苏联人合作 苏联人跑了之后 美国人来了 这帮人又跟美国人合作了 现在呢 这些人呢 哪能生钱 大家劫舍 他们就干 啊 毕露之解放军 就是这么一支恐怖的作者 美国人现在跟他关系非常密切 对中国人下家伙 这玩意儿没少干 对不起 我说跑题了 我主要在说胡赛啊 千万不要小瞧胡赛武装 胡赛武装 其实 也门政府都怕他 2010年的时候呢 你说 也门政府 美国支持的也门政府 居然能够跟胡赛武装 打了六年之后 签 请货席令 承认他的存在 六年冲突 签个协议 咱们不打了 不打了 2014年的时候呢 政府希望各安其事 但是呢 胡赛武装先起发 说这次选举不行 说这个现在燃油价格涨了 这个补贴少了不行 然后呢 胡赛武装 居然就能够 把这也门的首都啊 叫萨纳 还是叫什么大 首都就给占了 总统就阿布杜拉 还有内阁 那只好辞职 辞职也照样打死 你把总统打死了 这2014年发生的事 还记得吧 哎 后来 也门政府的那个改组军队 改组大事 人事安排 都要看胡赛武装脸色形势 胡赛武装 牛什么牛 就这么牛 背后是谁 农晓得了吧 情况就这样 所以五年前的时候 沙特砸了四点块 五个亿美元 悬赏 谁能抓到胡赛武装领导 然后给他这么多钱 好家伙 沙特和野门那时候 关系又更加铁了 但是胡赛武装在沙特 恨真如骨 这个时候 沙特 你跟美国这样较劲 如果美国使个眼色 你以为会怎么样 昨天我看美国三名议员 给拜登出了个主意 说准备提一个法案 什么法案呢 就是从沙特和阿联酋 撤出所有的美军部队 还有呢 包括已经安排在那的导弹防御体系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你让我不痛快 我让你家大院门和防山墙破一个洞 你看你怎么样啊 把保安撤了 房子的山墙 房子两头那个墙 那个山墙破个大洞 谁都能进去 隔壁王奶奶对这个问题分析 隔壁王奶奶特别鄙视美国的做法 说都是什么人呢 人家沙特野门也就是保个饭碗 人家为了保个饭碗 你要拆人家房子 我特佩服我们隔壁王奶 他总是那么 太精炼了 人家沙特他不愿意生产那么多石油 现在减产 为了自己保个饭碗 你把人家房子给拆了算怎么回事啊 不采武装那是一帮流氓恐怖组织 行 就说说 再见